这不行 你看 这跟仓库似的 白云 你看看这个地方 就都没有人 哪里好呀 小念说好 我们去下个地方 累死我 天哪 又生锈了石小念 这也太破了吧 还有这个楼梯 累死我了 都已经逛了这么久了 怎么什么也看不上 不找了 不找了 热死我了 又得又热 大姐 你都来来回回看了 好几个街区了 你到底是看没看上了 这不都怪你吗 你说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的 行的价格又不合适 但是 你们看 这边都是生活区 而且住的大部分都是老人 作为我们项目的受众群来说 没关系 酒香不发象的深 咱们的酒池有多香啊 巷子口都闻不到 好不容易翻了身 现在又来这种地方 在这种地方 你是画漫画还是养老的呀 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挺安静的 立一秤 我就不懂了 您干嘛躲着你妹妹 和睦前出啊 咱们明明光明正大的 怎么着 现在世界恶人当道了呀 先别急 我们再看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明天我们再找个地方 不是吧 还找呀 不找了 不找了 你们俩饿不饿 咱们去吃饭 这个好 走 咱们快去 走 吃什么 吃什么 烤串 烤串 下班了 你怎么还待在这儿呢 别忙活了都 快快快回家吃饭 都走人 小老板 刘总那边来消息了 说想约定晚上见见 工作的事情 买天说 小老板 这可是现在几个合作商里面 唯一一个给回应的 好 那就愿明天中午 公司楼下 小剑 我回来了 你回来啦 你快来 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 哇 这么丰盛啊 你做了多长时间 怎么样 你满意吗 满意 挺快 小剑 我回来了 我已经饿了 小剑 小剑 上 欢迎主人回家 主人 再见 主人 再见 给你跑了一天 水晓妮 你就请我们吃这个呀 我发现你这个人 越来越露出了 剥薛机器的罪恋 没有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你闭嘴 谁让你说话了 不要以为你一直讨好老板 就能免去你斯通外迪的罪名 丸子 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 把这件事情 好好地说一下 这几天乱七八糟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小念糊涂 可是我可不糊涂 谁知道 你现在还是不是 实地的内影 还是有什么 其他间谍的身份 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 其实白玉 小念 我确实应该解释清楚 就算丸子不问 我也会找个合适的机会 跟你们说的 其实 我很喜欢自己的职业 潇洒 自在 随意 又不用跟外界打交道 拿钱办事 其实这样看起来 还蛮酷的 但是 话说回来 这么多年了 一直是我一个人 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 不过还好 我有你们在 你们的那种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真诚和快乐 让我现在想对自己说 我要跟你们多栽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 我 我是不知道 我怎么会跟你们这两个 没有出息的人当朋友啊 我小丸子 一向是只动手 不动口的好吗 明明你们两个自己理直气壮 还背得向外赌 气死我了 其实小念的 米生 不是 你到哪儿了 催命哪儿啊 小组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喂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面啊 我知道你在外面啊 不是说好了吗 把明四公随时随地 带在身边 他为什么在家里啊 我不能天天带个机器人 我又不是多来挨梦 施小念 你跟跟我好了 你都被我告诉我了 我有事 我已经先走了 你们赶紧吃啊 施小念 我有事 我也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们吃啊 别走啊 什么事情 看什么 看过了没有 坐呀 其实我挺理解你的 跟要逃避谁要躲谁无关 你只是想结束这段复杂的关系 可小丸子她 她每日替我委屈 替我不值 可是我不能锁让他们替我出头 我也得自己解决问题 就像我的职业一样 平时都是给别人办事情 可事情遇到自己脑袋上 我也不好找 所以啊 凡事来了你也别着急 让她顺其自然就好 这个事情也真的是 看来 看来 你又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解决了 那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谢谢你送我回来 那我下去了 好 我去 听说你一下班就 没有 还退掉了 是我自己退掉的 跟你没关系 你没说跟我有关系 那个师傅 你想带就带 不想带就还给我 无所谓 你饿不饿 不饿 公欧 公欧 我知道你一回家 没看到我有点失望 可是这个先生公欧 我不能总带在身上啊 万一被抢了呢 抢 我看谁敢 今天我就装一个 自爆系统的事 但是我有一种 被监视的感觉 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监视 我装一个定位系统 定下你的位置都不可以 为什么白宇可以 整天跟你在一起 逛街 你们不是在工作吗 我们是在工作呀 什么工作 就 你想说就说 不想说我也不会强求我 白宇明天就不用来上班 为什么呀 我高兴 我们是去 找那个 找地址 我们要搬工作室 但是不只有白宇 还有丸子 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搬工作室 为什么 我去给你炒米饭 我去给你炒米饭 你是不是饿了 我去给你炒饭了 帮我拿一下 我带在身边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了 自己的 够不到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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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在这儿陪我 我给你们小老板做饭 给他做一顿好吃的蛋炒饭 我 我跟你说啊 我特别怕你的小主人生气 刚才工作室要搬家的时候 我就提了一嘴 我没敢跟我说 不过 里面有些话码并没有删 你如果想听的话 可以随时翻出来听 只不过你每听一句 我的手机里 都会收到通知 这样 我就知道某些人有多么的 多么什么 多想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当我女朋友吧 ay 我喜欢你 刚我女朋友吧 哎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让我女朋友 我喜欢你 好 来 轨道拿过来 来 陆雪到底为什么要调查十小年 十小年 怎么哪儿你都要查一个 玻璃还有吗 还有啊 您出来听我 咋了 我都吃了 哥 我想办工作室是因为 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就会没有灵感 所以我就想 正好离那个沐浅处远点 我对你这个选择表示非常赞同 你说的是真的 反正你是我女朋友 有关系吗 没关系吗 有 有 爽了 那我再去给你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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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年可真行 我们小年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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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家 你翻什么家 你 你这都不知道啊 看来他要给你个大惊心 龚总果然是一个懂得浪漫的 你用我个子 他 便宜好 非常波立 大功告成啊 真不 好 很可真 简单 有设计感 不错 谢谢小老板 你设计的 小老板真棒 石晓涅漫画工作室 喜欢吗 这也太夸张了 夸不夸张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 这工作室是我的 我赚的钱都付不起房租了 工作室是恩义的 恩义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有什么问题吗 一五个的开窍了 行了 别站着了 进去看看 医生 进去看看 这个地方好大呀 可是这一点还不像工作室啊 你们工作室在地下呢 你们吃什么呀 小老板 先来转转 好 这个设计真好 上面是别墅 下面是工作室 天哪 这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室 石晓涅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会辞职的 要是公司能再多那么丢丢 就好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视野广阔 空气清新 晓涅 你在这创作一定能够迸发出程碑的灵感 创作上肯定是没问题 可是她越这样我就越觉得欠她的 我不能一辈子都赖着她呀 石晓涅 什么叫做一直赖着她呀 我问你 你喜欢她吗 那 她喜欢你吗 应该吧 如果两个人相互喜欢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分彼此呢 你们之间一定是互补的呀 你能给她一些东西 她也能给你一些东西 这不是很好吗 非要再感谢你 就分出你我 交不交情啊 况且你跟她在一块儿 又不是为了她的 你不是吧 当然不是啦 我妈是那种世俗的人 我只是觉得 她一直在为我付出 为我做这儿做那儿的 可是我能为她做什么 石晓涅为什么突然要搬工作室 我以为她已经告诉你了 我要的不是她给我的那个理由 不管是什么理由 她已经远离了目前出 现在又被绑在 龚总您的身边 这不是好事吗 我想让她在哪儿 她自然就应该在哪儿 我想知道的 是她主动离开的那个理由 说吧 你想要什么 什么 你们这种人 应该都是为钱服务的 你身后的那个人输多少钱 我出双倍 这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想看看 你身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那你就不怕 我伤害到石晓涅吗 有我在 你伤得到她吗 你就不怕 看来那个人不是施笛 施笛只是一心想毁掉他的漫画手稿 而你幕后的主使 却对他漫画的内容更感兴趣 没错吧 其实施笛没有必要找我 更何况啊 我的价钱也不低 不过既然他已经出现了 就证明他跟这件事情一定有关系 不然他不会平白无果地出现 公总想到什么了 好 没事吧 只是你现在可以彻底地离开石小念 这个恐怕不重要 既然石小念相信我 他就一定希望我留在这儿 公总您这点威胁对我来说 微不足道 您是个生意人 没错 我是个生意人 平时我的宗旨就是拿钱办事 不过 我还有个更大的宗旨 有钱他卖我的鱼 我另一遍 因为我的宗旨就还不36 有钱 可能是这样的 又为什么还要做 这个鱼儿 祝你一个人 要抓住 我现在 Creative 给我把你走 你先把我走 和我走 是很有经商的天赋啊 是啊 小雪 秦初现在身体还是不好 一切琐碎的事 你能帮他处理就帮他处理了 知道了吗 妈 爸 秦初回来了 来来来 我来吧 小迪 谢谢您草 我来吧 来 坐 说是你要回来啊 特意让人从郊区园子里栽了 刚刚送过来的 来 谢谢妈 尝尝 姐 今天到底什么事啊 还特地让我把小迪也带过来 他今天心系是系 都给退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角色都差不多定下来了 改进去也没事的 我就是趁爸妈都在 赶紧问问你们 订婚都那么长时间了 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 是啊 那个 这 爸 妈 其实我们 其实是我的原因 我最近太忙了 状态也不好 想着反正早晚都要领证的 状态不好 拍照也不好看 秦初啊 最近事件姐姐考虑得周全啊 我们这个 是得抓紧时间把婚事办了 订婚都订这么久了 再这么下去 会引起别人的议论 这也关系到 你现在的位置能不能坐稳 目前正是 我们慕事集团 转型的关键时期 你各个方面的问题 都要考虑周全了 好的 爸 谦初现在很得人心 公司的事情我是帮不上忙的 但是你跟小迪的事情 我可是替爸妈盯着呢 姐 我记得我刚跟小迪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 看来小迪 她的确是挺招人喜欢的 当初是当初嘛 我总得替自己的弟弟把把关呀 可是现在 我们不是一家人了吗 我们不是一家人了吗 我还有事 得回公司 你要回家吗 我先步呢 我在附近逛我 你先忙吧 好 领阵结婚这种事情 你还要我替你操心吗 如果你连自己的事情 都处理不好 那我们的合作 还有什么意义 千初她 最近好像察觉了什么 察觉 你难道连这种心理准备 都没有吗 难不成你真的觉得 千初会被你这种 调痛小气 欺骗一辈子吗 可是我跟千初一开始 本来就是建立在 欺骗之上的 欺骗只是你们的开始 接下来怎么办 你自己想清楚 当初是当初嘛 我总得替自己的弟弟 把把关呀 可是现在 我们不是一家人了吗 姐一向对小弟 没什么好感 两个人私底下 接触也不多 小弟又一向不怎么 给姐面子 那对你是怎么了 三分五次提起这件事 来 怎么了你 生病了 你少说几句我就能长远百岁了 孙洁凭 小丸子同事 我 我就略略地提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你最近这个脾气是不是有点 略略有一点点暴躁 你有什么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 你要是来大姨妈了 你就好好歇着就行了 我虽然磨叽点 但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办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这不关心你呢 妈 真来大姨妈 你活干完了吗 赶紧问东西啊你 你们这是要搬走 都是你 都是你 什么都是我 怎么不是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能逃来逃去 琉璃石所的吗 我爱你这个宝宝呀 沐总 我爱你这个孩子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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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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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总 我们先走了 您忙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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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来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肚子不舒服吗 要不要停车你上厕所 不用了 我问你啊 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鼻子一样 嘴巴一样 眼睛一样 长得都很呆 你长得才呆呢 我问你呢 你问啊 你为什么呀 没事 那你说如果我们家多出来一个人的话 能住得下 多一个人 你 咱妈要过来 少住几天没问题啊 但是要是常住的话 咱家地方也不大 不太方便吧 说得好像我妈愿意跟你紧那破房子一样 我是说 你说石小念啊 他就是不住工作室也不会住在咱们家呀 小老板家房间多的是 他流窜作案都没问题 哎呀 我 你这个人我是说 孩子 不是啊 我去逗逗你 你别着急 咱之前不是说了吗 三十五岁之前那事业上升起 不要孩子 我 确 确实说过 嗯 龚总挑的这个地方还真是 谈工作就是谈工作 既然刘总想吃饭 我能想到的也是公司楼下的这家 吃吧 龚总还真是有意思啊 不拒小节 吃东西都不太挑的吧 是吗 我觉得吃的都差不多 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龚总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 我要好好试一试 不行 这个 只有我一个人能试 龚总 其实我今天来呢 是想说说 你这边之前发给我们各家公司的 关于下一步系统开发的计划 对 我们公司下一步要做报警系统 龚总的这个想法还真的是很特别啊 但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第一家 是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以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 虽然我还收到了 樊胜那边的工作意向 但是说实话 以咱们目前这个投资和市场占有率来说 咱们恩义的这个想法 刘总 我负责开发产品 你负责考虑我们要不要合作 跟凡事都没什么关系 是啊 可是 刘总有什么话就直说 还有别的事吗 我们的意思是 突然开发报警系统 增加手机的成本 以目前的市场来说 不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 当然了 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 这个忙我一定会帮恩义 我今天到这里来 诚意工作你也看到 其他合作方都还在观望呢 先签下我们这家 龚总明眼明白 对于后续和其他公司的合作 那就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好啊 那刘总既然这么想 那就直接对接我们工作人员 签合作人员 但是啊 但是 我的诚意您看到了 龚总这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表示 既然是第一价嘛 我们的想法是 还要按照之前的价格进入 虽然这个价格 在新系统下 龚总可能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打开市场 对于后续和其他公司的合作 这个关系有多大 龚总您是清楚的 那照你的意思 我给其他商家 能干什么价格 这个您放心 咱们可以签一个保密协议 您给我的价格 我绝对不会外卸 刘总 我想你对我们公司 有什么误会吧 我们N1的产品 不需要搞这些小把戏 也照样埋得出去 不是 龚总 龚总 龚 和刘总他们公司的合作 取消 以后N1的产品销售渠道 要精选 有些公司有些人 就不要出现在合作坊里了 你早上为什么吃饭 那不您让我帮施晓念他们搬家嘛 我那边杠囊苦力活儿立马飞动的过来 路上时间一点没搭 怎么样啊 特别好 那个石晓念啊 特别喜欢 眼睛都冒光了 废话 当然喜欢了 这可就你说呀 小老板 我接个电话 你先下去吧 喂 药店 你真生病了呀 你要什么药啊 我网上订了你送上去 不要 不需要 你别一惊一乍了行吗 好了好了 我 不跟你说了 你到底怎么了呀 要不我请个假回去送你去医院 请假请假 你就知道请假 请假 钱赚够了吗 今天有升职的可能性 能承担家庭压力吗 你听听你就知道请假 行了 小祖宗 我不惹你了啊 我挂了 什么时候开始轮到你挂老娘的电话来啊 你好 买什么 你好 就是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爸最近经常犯可心 然后脾气还不太好 你结婚了吗 跟那个有关系 你可以先检测一下 确定是不是 这里有款不错的夜云棒 测得比较准确 还可以直接验出来怀孕周期 你要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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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 不是 要不要打的话 交点什么人啊 没有 别紧张啊 没关系 对不起啊 我 完蛋了 我 完蛋了 我 我可能 我跟你说个正事啊 咱们工作室 明天就要办一个开业仪式 就是请一些朋友 来咱们新班这个地方 玩一玩 看一看 你今天休息完了以后 明天就过来 这是什么 高级的工作室 当然要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不像某些人 整天就知道做一些无脑的装饰 你的那个形象还行 毕竟是漫画的主人公 那个是我啊 我这是什么 我是恐龙吗 别人看了以为我有精神分裂呢 你没有吗 好啊 既然你有这层顾虑 那我就把他们都搬到家里 一个放在卧室 一个放在客厅 好不 还是都摆在卧室吧 那那那算了吧 我作为一个艺术家 有点精神分裂也挺好的 粉丝 我承认 上次你的粉丝见面会 是我搞的 这次算补偿 大家好 嗯 你心情好点了吗 别把我受得跟家庭包历似的 不是 我 不是吗 我没来大姨妈 我知道你没来大姨妈 我想孩子 小猫 你别开玩笑了 咱们不是说了吗 先致富后翻演 谁知道你致富这么慢呢 姐 咱俩才结婚多长时间啊 你当我中彩票呢 算了 我就想试探一下你 看看你有没有责任心 果然没有 你没来大姨妈 有大姨妈的脾气 什么毛毛 你人人机关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 哥 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啊 这一种可想模样 不带走一望 本来想表白的 那我现在不说了 我所说的恶心的话 是感谢啊 非常感谢之类的 我又没阻止你表白啊 你既然不想听 那我就不说了吧 你 别碍说不说 别碍说不说 你来 干吗 过来 又想掌心话的啊 别碍说不说 你看 那有一只大鸟 对啊 你这种表达方式呢 那个 我 其实挺好 只不过 得再走点心 如果走心的话 就更好了 你多来几次我也不记得 我没见过你这么自恋 还无理 还霸道 还不听别人讲道理的人 是吗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 这么有事啊 自恋 升几百年 我其实刚才想跟你说 我身边的家人 朋友 还有为数不多的粉丝 你都见过 可是你身边的人 我都没怎么见过 我都没怎么见过 跟我谈谈谈谈 本期不见